哈喽,欢迎收看Basibarty,我是Tommy 好啦,我老婆又来到马六甲这边呢 跟人家化妆啦 这次Client租了一间叫做Hatton Hotel给我们 Hatton Hotel就在一个Hatton Square里面 马六甲吃东西了,Hatton Square里面的 这一间,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到了 不过晚上check in之后吃了东西就很累了 然后今天早上叻,就带大家来room tour一下 OK,一进到来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其实那边呢,Lightside 其实是一个床来的 这边有一个小客厅 因为我们昨天其实就已经到了 有放了一些东西,所以不要乱 OK,这边就是换咖啡的地方啦 OK,好,小客厅走了过来这一边 OK,早上了,进来就是房间的部分 房间的部分,OK啊,很乱 耶,因为昨天就在那边睡啦 床叻,其实是假的,我昨天睡了一晚 非常舒服 昨天我们两个一倒下去就不省人事啦,OK 那个电视机,你看我们很努力很勤劳的 来到这边还是要剪戒啊,这个那个啊 耶,Modek Hoi Ging 诶,不要开玩笑,真的是有Hoi Ging 你看,这个旁边看到的一些海 啊,Modek Hoi Ging 厕所,洗手机,OK,有点乱 哎呦,有马桶 哎呦,有洗手盆 其他地方啊 OK 哇,还有这边镜子是非常大的 这个镜子超大的,所以女生进来呢 就是化妆啦 零死角,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怎样拍都可以啊 然后昨天呢我在Facebook上面就问啊 马六甲其实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介绍 我觉得大家都好像很有默契的 就不会再去介绍那些什么 鸡饭粒啊,sate gelub这种比较commercial的东西 他们都会介绍一些 chis naan啊,炖羊啊,排骨面啊 我几乎没有听过的这些新餐厅 大家都这样,落力的去介绍我的话 那我就觉得,如果这两天时间允许的话 我尽量每一件都去吃一点点 然后就排下来,应该还不错 差不多时间到,现在也是差不多 去载我老婆去吃个早餐 早餐是这个镜玉介绍的这个香姜茶室 她说这边的人都会去那边吃早餐的 Let's go 听说这边出名的就是它的烧面包啊 咖啡啊,daisy啊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牛尼亚拉萨 还有就是,在它云吞面当里面要叫它的版面 奇怪,刚刚它的牛尼亚拉萨来嘞 我就闻到那个味道就很香 奇怪哦 在KL的会比较中口味,比较咸一点 这个可能淡了一点 不过是香的 咖啡可以,咖啡香 朋友是跟我讲要喝它的daisy啦 讲它daisy无敌 咖啡 嗯,我觉得还好耶 嘿嘿 它烧面包 还不是我想要找的那个味道 我心目中的一种烤面包最完美的味道 不过我还找不到那个味道 哦,那个版面应该很好吃咯 因为等蛮久一下 好像蛮多人都会叫这个版面来吃 我可以很敢做 马六甲人的口味比较淡一点 吃了那个拉萨跟吃的一个版面 都偏淡了那个口味 这面粉糕是捏到够薄 用手捏的那一种 嚼劲很好 是不错吃 不过对我来讲就是口味淡了一点 很多料哦 OK,这个香姜茶餐是 对我来讲就比较普通了一点 没有到很惊艳 所以我觉得普通普通 如果给我打分的话应该是 6.8分 好,第二样我们要吃的 就是猪油渣 猪油渣 猪油渣 是由那个 有那个 猪油渣 介绍给我的 在他们的留言下面 我另外一个朋友叫金浴的 就有说这一档不好吃吃另外一档 不过 刚才我去过金浴介绍的 所以我这一次就算他不好吃 我也要去试捕 好,反正是人家介绍的,我们就去试一试 不过这个猪油炸 它就在那个有一间叫贵妇人的那个白色太阳招牌那边 下面那边当口罢了,OK 就快快买了,所以打算上车吃 它没有切啊? 哎哟,没有切哦 然后它是这样子 闻起来是... 很猪油 我们只买一条啦,try一下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嗯,变甜,它的酱汁变甜 哇,然后里面加那个猪油炸 又脆脆的咬下去 嗯,很脆饿,很爽 OK啦,这个好吃啊 哦,猪油炸 而且你没有发现咬下去的皮跟我们KL吃的皮有点不一样 它的皮更加软,更加Q 很松 嗯,每一个咬下去都很幸福 可是好吃哦 好吃啊 早上没两口哦 好吃的东西吃一个就够了 保留幻想肉 我给7点8分 然后现在要去吃的那一间呢 就是有一个音乐人,淑慧 她跟她老公开的这一间披萨&yogurt 哦,这条路极有外国的感觉 我来马六甲很多次,但是我没有走过进来这一边 坐在旁边喝点小酒这样子,哎哟开心哦 原本就要去吃那个披萨&yogurt 不过呢,因为她是1点钟才开门 现在才12点30分 这样要等,她就在旁边这一边的一间 Bikini Topping Coconut Shake 她最后有用椰子水放进去之外 她还给你选你要什么 ice cream 放进去一起炸 然后就变成这一杯啦 她在马六甲这种这样热的天气 喝一杯那种椰子 shake 哦,爽 如果你在那边吃披萨的话呢 最好是坐外面这个位置 你看,坐在这一边 望着喝 吃披萨 喝点啤酒 Oh my god Margarita 就是最传统的 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料 它就是一些番茄酱啊 cheese 就这样而已 很简单 那是先做的 然后那种皮啊那种啊 全部都还是烧烧脆脆 然后很香 适合你走到累了之后呢 来这边特别皮条 吃不备披萨 看看风景 relax 舒服耶 它的油格是酸的嘛 然后这根jack fruit是甜的 所以当你吃到觉得很松的时候 你的那个jack fruit咬下去 它又综合回那个味道 哇,很松 这样热而天气吃这个真的是 酥酥 披萨OK啦 然后Yoghurt 他喜欢啦 OK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个8分 在这边 这个马六甲之旅呢 应该会分上下排啦 第一排应该就这样子啦 OK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请记得要继续看第二排咯 第二排还会去吃更多东西 好,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like跟share啦 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subscribe 然后按旁边的叮咚 有最新的影片呢 流肉会最快知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